当地时间29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美国将终止与世界卫生组织的关系,并称该组织未能对新冠疫情做出充分反应,目前还不清楚该决定何时生效。 美国国会1948年关于美国加入世界卫生组织的联合决议称,美国保留在提前一年通知的情况下退出世界卫生组织的权利。 特朗普曾于4月14日宣布美国暂停资助世卫组织,正式启动对世卫组织在应对疫情方面的调查。 他声称该组织对新冠肺炎疫情存在处理不当和隐瞒的情况,还称是他们的错误造成了如此多的死亡。 5月18日,特朗普又在推特上发表公开信威胁,如果世卫组织在30天内不做出重大实质性改革,美国将永久停止向世卫组织提供资金,并考虑退出世卫组织。 29日,特朗普声称,由于世卫组织未能进行美方所需要和急需的改革,美国将终止与世界卫生组织的关系,并将提供给世卫组织的资金重新分配给其他国家,以及迫切需要的全球公共卫生需求上。 世卫组织的运作向来依靠成员国的汇费,以及各国与非盈利组织的资源性捐款。 然而,世卫组织官网显示,美国目前拖欠世卫组织的汇费超过2亿美元。 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塞20日表示,三年前世卫组织已开始转型,力争扩大捐助基础,希望可以解决面临的资金挑战。 特朗普政府这一决定很快遭到谴责。 路透社30日报道称,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健康安全中心高级学者阿达甲表示, 特朗普的决定不太可能改变世卫组织的运作。 他表示,从象征性或道德的角度来看,在新冠病毒大流行中采取这种行动是错误的。 这似乎转移了美国的责任,并将其归休于世卫组织。 早在4月16日,纽约时报一篇文章就指出,世卫组织早已为世界敲响警钟,呼吁世界各国认真对待。 该组织是特朗普找的替罪羊。 路透社30日报道指出,自特朗普上任以来,他已经数次退群,包括联合国人权理事会、联合国文化机构, 以及应对气候变化和伊朗核协议的全球协议。 此外,他还削减了联合国人口基金和援助巴基斯坦难民的联合国机构的资金。